美女被三个混混堵在小巷 就在他们要上下起手时 小伙突然现身阻止 混混眼看有人打脚好事 立刻上前动手 起料 小伙的身手异常厉害 混混健壮只好掏出匕首 小伙身法灵巧 不仅躲过攻击 还顺带将混混击倒 三人被猛揍一顿后 急忙逃之夭夭 美女则从此爱上了小伙 小伙名叫阿泰 虽然学习成绩不太理想 可他却是个出名的拳击手 并且深受教练欣赏 只要阿泰参加半年后的拳击赛 就能顺利成为职业选手 为此他每日都刻苦训练 这天训练完毕 好友长毛邀请阿泰参加联谊 毕竟这么多年都是单身 见识一下美女也是好的 阿泰思虑再三答应下来 等众人都到齐后 长毛和小胖开始活跃气氛 然而 阿泰只顾着大吃大喝 殊不知 面前的笑话小爱 已经对阿泰一见钟情 众人吃完饭后 又来到山上的凉亭继续玩耍 等宴会散场 小胖和长毛都找到目标 成功完成了本雷达 阿泰则对谈恋爱毫无兴趣 独自坐在椅子上发呆 小爱此时走了过来 并大胆地对阿泰表白 说爸还送了他一个香腕 从此以后 阿泰每天早上训练时 都会忍不住想起小爱 这天上午 考试成绩出来了 作为差生中的代表 阿泰几人免不了的挨打 只有小胖还想偷奸耍滑 可惜演技太差 被班主任当场识破 长毛健壮还想求情 不料班主任下手更狠 等到了训练时 屁股都被打肿了 长毛跟伙伴互相打闹 谁知 刚好把鞋扔到教练头上 这下他就伤未愈 还要被教练惩罚 教练跟阿泰讨论 关于他要当职业拳击手的事 还是大学毕业后再考虑更合适 然而 阿泰由于家庭条件不好 决定放弃上大学 提前开始工作 既然阿泰这样决定了 教练也不好干涉 这天下午 阿泰回到家后 奶奶提出要去探望他的父亲 阿泰顿时大发雷霆 父亲在监狱时他最有应得 阿泰来到台球厅 跟小伙伴打台球消遣 不料 对面突然来了几个黑社会 正是戏狗带领的野狗帮 等三人离开后 开始聊起了戏狗 小胖了解得十分清楚 当初戏狗可是嚣张无比 在台球厅四处挑衅 谁知 就在两年前 戏狗碰到了硬茬子 那就是黑老大郑社长 戏狗想上前挑衅 起料 郑社长三拳两脚 就将其放倒 戏狗还不服输 在郑社长必经之路上堵住他 却还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听完这段往事 长毛和阿泰都是连连撑起 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天长毛突然约阿泰到山上 随后又急忙跑开 原来 他是受到小爱的嘱托 才把阿泰约了出来 小爱问起阿泰 为什么从那天以后 就不联系自己 阿泰不知该如何回答 毕竟他的家境太差 也不想连累其他人 所以婉拒了小爱 长毛听说了此事后 正在抱怨阿泰不懂得珍惜时 两人突然发现 居然有混混在抢劫美女 阿泰正一心爆棚 立马上前打跑了混混 这才发现 美女竟是他们的同学盛希 事后长毛十分担心 因为那三个混混 正是戏狗的手下 他担心戏狗会报复阿泰 于是主动找到小爱 因为戏狗一直在追求他 所以长毛希望小爱能帮阿泰说情 小爱为了阿泰 只能勉强答应下来 不承想 戏狗听了小爱的话 居然直接抢吻他 更糟糕的是 阿泰恰好跑步经过 看到了这一幕 次日一早 小爱拦住阿泰 想要向他解释 然而 阿泰根本不在乎 毕竟两人本来也没有关系 阿泰对小爱的好感 也在昨晚烟消云散了 等阿泰回到家中 发现圣希居然在帮奶奶做家务 原来 圣希多方打听才知道阿泰住处 于是想要报恩 两人正在海边交谈时 戏狗居然带人找上门 眼看对方人多势众 阿泰提出跟戏狗单挑 戏狗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两人随即展开大战 戏狗战斗力也相当不俗 两人你来我往 几乎就要两败俱伤 在这关键时刻 阿泰一系上勾拳 直接打晕了戏狗 然而 后果也十分严重 阿泰的手腕韧带严重损伤 虽然不影响正常生活 但已经不可能成为拳击手 阿泰来到河边暗自身上 他回想起小时候 父母经常爆发矛盾 有一次父亲喝多了 拿起碎玻璃随手一划 竟直接把母亲封喉 阿泰的脸上也被划出伤口 从此以后 阿泰不仅留下了疤痕 更是失去了母亲 父亲则因为过失杀人而入狱 想到这里 阿泰顿时抱头痛哭 长毛想不到办法 只好找到小爱 希望他能安慰阿泰 小爱答应下来 与此同时 阿泰正在悲伤时 圣熙走到他的身后 阿泰本不想理会 然而 圣熙却声称要对他负责 并且照顾他一辈子 说罢便抱住了阿泰 并对他深情了白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 身后的小爱看到了一切 他以为阿泰是为了圣熙 才会抛弃自己 时间很快过去 众人都纷纷毕业 看着长毛和小胖都考上了大学 阿泰却只能提前踏入社会 此时圣熙赶来 两人一番交谈 圣熙声称自己要学习美法 等他拿到了资格证 就第一个给阿泰立法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却迟迟没有在一起 长毛都忍不住调侃阿泰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修成正果 阿泰只能笑笑不说话 就在此时 阿泰突然接到了电话 原来爷爷突发疾病住院 可是手术费还差很多 阿泰看着病床上的爷爷 只能感到自己的无能 圣熙轻轻握手安慰他 然而 这一幕再次落在小爱眼中 他直接在门口截住阿泰 询问他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还不听他的解释 难道圣熙比自己更好吗 阿泰烦不胜烦 直接说出 因为圣熙不像他这么随便 这句话深深刺伤了小爱 他对阿泰有爱生恨 发誓一定要报复 阿泰为了筹措手术费 主动找上了郑社长 表示愿意当他的手下还债 郑社长早就听说阿泰很能打 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然而 即便是凑够了手术费 爷爷依然没挺过手术 最终与世长辞 阿泰按照传统习俗 将爷爷的一缕骨灰撒向天空 送别了爷爷 阿泰决定好好干出一番事业 他终于放下心结 并向身边的圣熙告白 两人顺理成章地在一起 时间过去了四年 阿泰从一个矛头小子 顺利成了帮派的二把手 而他也早已跟圣熙结婚 婚后生活十分甜蜜 圣熙大学毕业后 就在一家美发店实习 只不过以他的手艺 实在是不敢恭维 阿泰也成了圣熙的小白鼠 他被剪了发型后 前去看望小胖和长毛 迎来的自然是一阵嘲笑 就连郑社长在安排工作时 也忍不住盯着他头发砍 就在此时 郑社长叫进来一人 没想到居然是好久不见的小爱 如今的他竟成了郑社长的女友 但看着他的眼神 阿泰只感到一阵刺骨的凉意 次日他找到小爱 询问为什么要接近郑社长 小爱却只是放下狠话 随后便离开了这里 没想到小爱竟然去找了圣熙 言语之间竟是嘲讽 老板见状只好打圆场 到了晚上 郑社长刚洗完澡 准备跟小爱大战时 起料 房间内突然冲出几名大喊 郑社长本来根本不怕 然而 戏狗突然从背后偷袭 成功干掉了郑社长 原来 小爱早就跟戏狗狼狈为奸 他们唯一的目的 就是彻底毁掉郑社长的社团 顺带向阿泰复仇 与此同时 阿泰正在家跟圣熙交谈 奶奶的年纪大了 牙齿出了问题 却害怕花钱不肯去医院 圣熙只好骗她说是免费的 由于阿泰工作很忙 所以圣熙带着奶奶前去 谁知这个牙医 竟是圣熙曾经的顾客 面对如此美丽的圣熙 牙医忍不住提出约会 毕竟她是奶奶的医生 圣熙也不好拒绝 只好答应明天前去 然而 另一边的阿泰十分着急 自从昨天开始 就再也联系不到郑社长 只有一名小弟看到 郑社长最后一次出现 是带着小爱去了旅馆 阿泰顿时感觉大事不妙 于是去找了小爱询问 可惜小爱什么也没说 阿泰回到总部 接到了戏狗的电话 对方声称郑社长就在她手里 于是阿泰立马点亲人马感觉 却只见到倒在血泊中的小弟 此时戏狗带着手下赶到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双方人马顿时打坐一团 由于行动仓促 阿泰的人手明显不够 眼看就要被打倒 在这关键时刻 小胖开车赶到 及时救走了阿泰 阿泰给圣熙打电话 然而 此时圣熙在牙医的车上 手机不小心掉落 直到她回了家 才给阿泰打去电话 得知她依然无法回家 圣熙不免有些失落 同时她又想起了帅气的牙医 心中不免泛起波澜 次日一早 阿泰决定复仇 她吩咐手下 趁机袭击戏狗的总部 戏狗的手下根本毫无察觉 直接被阿泰团灭 戏狗却趁机逃了出去 阿泰知道此事跟小爱脱不了干系 于是找到她质问 谁知 小爱痛哭流涕 声称自己还是忘不了她 这一幕恰好被圣熙看到 她误会阿泰有了外遇 不久后 阿泰来到河边 正在追一网西时 戏狗突然出现袭击 阿泰不慎中了一刀 随后更是被戏狗暴揍 阿泰抓住时机反击 戏狗顿时倒地不起 阿泰抄起匕首 将她的脚筋割断 也算是报了仇 当她回到家中喝闷酒时 圣熙也回了家 她对阿泰表示不满 以为她出了鬼 甚至说出牙医都比她对自己好 阿泰一时上了头 在与圣熙纠缠时 失手将她割喉 阿泰最终走上了父亲的老路 被判刑狼当入狱 她将在悔恨中度过余生